你敢相信现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些抓绒 姚绿绒 羊羔绒 30年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穿得起 甚至还被用来制作过马桶垫 说的户外科普时间 自从我玩上户外之后呢 就深深地爱上抓绒这种非常理想的保暖材料 但是你知道50年前没有抓绒的时候 户外玩家都是穿什么吗 羊毛或者棉质的衣服 虽然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是他们在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被汗水浸湿 变得又重又难干 风一吹就非常的寒冷 正好当时正在引发一场塑料之物 替代有机纤维的革命 简单来说就是用塑料来做衣服 一家叫Mildermuse的公司敏锐地嗅到了商机 把锯子纤维通过拉毛刷毛逐渐起绒 制造出了非常近似于今天这种抓绒的面料 可惜可惜可惜 但是呢由于当时这种技术呢还不太成熟 整个市场都处于观望的状态 无人问津 所以Mildermuse不得不用它来制造马桶圈的那种垫子 用现在眼光来看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终于在1980年呢 有一家户外品牌盯上了这个技术 并邀请Mildermuse一起研发适合户外运动的衣服面料 这家户外品牌呢就叫做Patagonia 而Mildermuse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抓绒之王PolarTech的前身 1985年他们联合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件打爆市场的抓绒衣服 Cinchilla Fleece BOOM爆火 大家都惊叹于抓绒的保暖能力和柔软的质感 因为是用塑料制成的衣服 所以它完全不吸水 就算出汗呢它也会更快干更加保暖 说到保暖能力 它是羊毛的两倍 是棉制衣服的四倍 因为是新科技 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 差不多折合现在呢要1000多一件 那为什么现在的抓绒衣那么便宜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当时一个非常诡调的事情 不管是Mildermuse还是Patagonia 他们当时都没有申请专利 Mildermuse觉得 所有的模仿者都会被甩在身后 绝对追不上他们 而Patagonia只保留了两年的专卖权 然后呢就无偿开放给所有的品牌去使用了 非常的伟大 这就给了其他品牌可乘之机 这么不见外 那我就不客气了 1998年 优衣库推出了自家的姚立荣产品 折合人民币120块 那么1200的姚立荣跟120的姚立荣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感兴趣的话 下期给大家盘一下 那总之呢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都非常欣赏他们这种不注册专利的行为 让我们这些寻常百姓都能想要到这种物美价廉的温暖 抓容易保暖透气又不娇贵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毕竟实用为王 以上呢就是这一期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录音书做这种科普类的视频啊 如果大家知道更多或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多聊一聊 OK OK